大家好,我是註冊營養師Vivian 一連五日會為大家介紹一下 如何籌備一個簡單又好吃的小朋友零食盒 我們選零食盒的時候,份量不適宜太多 最好不要多個125,000克 也有三大種類可以考慮 第一個就是蔬菜類,或者是生果類型 第二個就是炭水化合物和蛋白質類 最後都需要給小朋友偶爾吃零食 我們接下來會有不同的主題 選一個紅色主題的蔬果或桑菜 大家看到了,就是車尼茄 車尼茄除了豐富的膳食纖維之外 其實有95%的水分 非常之適合現在嚴嚴夏日 為小朋友提供一些流質的攝取量 其次就會有粟米 粟米也是一個碳水化合物 它除了豐富的膳食纖維之外 也是一個低升糖指數的食物 即是對血糖的影響不會太大 是慢升慢跌 就會持久一點辣肉熱量的提供 最後當然也要有些偶爾的零食 就是朱古力米餅 但因為它飽和脂肪和糖分都偏高些 所以建議要留意食物的份量 最好一塊起兩塊子 就比較適合 我們要參加的話 我們可以吃了更多的 一塊兒 最巧猛的利用 我們可以吃一塊兒 去吃一塊兒 那因為才能不能吃一塊兒 一塊兒 所以ping佐女匙 吃一塊兒